大伯 小伯 大姐你看他多可怜是吧 出来身上全是湿的 在哪 这里 这里干嘛 小伯 你看明明的 这是你们家吗 这是你们家的狗 你姐姐还说 不是你们家的狗呢 他现在腿上是怎么弄成这样的 他就是要弄这个绳子打 我在外面打钩 就是鱼鱼鱼鱼的 我看见鱼鱼成的这个样子 吸好久了 挺快的 小伯 这个要打着你叫硝烟 都有分泌物了 我给他吃这个不带行 你看吃这个东西 但是以前奶太的 现在有搞的那个东西 这都好久了 之前是老年人 现在你们回来了 稍微给他改善一下嘛 等于他下雨就睡到那里面 对了 环境好了 他自己就好了 这里面都湿了 都 把他牵到前面去 搬 搬 搬 他在身上全是湿的 这就是农村 养狗普遍就是这种态度 这种观念 他在这里拉水 应该在这里喝水 在那里吃饭 吃了饭全是搜的 也就是在农村 哎 这个女主说起来还是挺照顾这个动物 几分钟就要长水了就要 毛远了 快快吃饭 快吃饭 给你看里面呢 真的 都在那里看得起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 好 他的腿就是这个样子 他这身上呢就有很多皮肤病 腿长这样 已经有一点感染的迹象了 已经第一次清窗了 一会儿要修一下腐肉 年龄大了大了 马里尔那需要观察 有一个人专门在观察 背上的毛一拖一拖的 我们给它听一下 让它也舒服一点 等会儿再给它驱个虫 老太太 以后就把这个狗 拴到前面养了 拴一只 拴一只脏了 脏啊 脏鸟给它打扫 两天 打扫一回 你吃啥的时候 你给它分一点 给它吃 把它养好一点 你要出去玩 它不在家 你放心啊 对不对 它给我们做出了贡献 我们也要为它负责啊 你们 不是你们 你啊 你 不是我 那是因为你们养好 你养好了就不臭 你看它家养的那只狗 天天给它在床上睡 咱们可以吃 是两个吧 刷狗嘛 不 不是刷狗 也是这种狗 土狗 土狗 我们就喜欢土狗 土狗在外国人眼里特别值钱 就你这个狗 你要卖到国外去 它能卖八九千 小朋友买的 那你 你先看 你整的筋了 看了 下半年卖了 马太太是个精明人 太脏了 越来越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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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肯定要拉呀 你这样嘛 就前面这几年你好好养 快死的时候 给我说一声 我来把它买走 但是一定要是它快老的不行的那种 我才买 你这些七年了 七八年了 得养到十五六年的时候 可以养到十五六年的时候 我来把它接走 给你八千块钱 我八千 好 你就再养个五六年就差不多了 但是你要好好养 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说定了 说定了 嗯 两个再养个 好 好 说定了 收拾完了 看到好瘦啊 忙了就行了 几分钟就好了 几分钟就行了 大姐 反正你们在的这段时间 好好给它喂一下 后面实在是养不好 或者怎么对我先进来接猫的时候 我把它接走 好吧 好 拜拜 拜拜 我女儿是我狗的 她就是疼不过 你看在身上 她也很难受的 这个链子问题不大 链子不算很重 上次我买了个膝盗 我就怕她偷不起 你买的膝盗 她就砰砰砰断了 最后就买了个粗的 她吃鸡啊 自己的鸡吃了无所谓 把本家的鸡吃了就要可验的 没法放 我们就准备走了 我女儿她随时也要关注你们 我知道 我知道 你没钱 好 老夫要团伙 今天的工作结束了